对这四种古风小手工 第一种 立体蝴蝶贺卡 同样位置画斜线 两根分别沿斜线 剪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四边折叠后剪短 画一些蝴蝶轮廓 用贴纸装饰一下 贴到小机关上 贺卡四边撕成不规则的形状 用彩笔画出火烧纹 完成 第二个 古风手提灯笼 对折N次压折痕 两端对称位置压90度斜角折痕 长度不够 可以做两根粘贴成灯笼形状 同样方法做双层蝴蝶装饰 第三个 古风蝴蝶风铃 在需要的地方 吸透明鱼线 粘贴自制的古风蝴蝶 完成 第四个 古风竹林摆台 去掉中间正方形后 粘贴成框架 三面铺古风素材 正方形折笔字折痕后 折叠 四个小三角沿角中线对折 展开后 四边沿折痕 剪到第二个节点 四角中间对折收起 压出叶子形状 画面铺 字幕志愿者32 词 贴 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